大雨来袭 南港区旧庄里长张瑞芳 与同仁哀家爱户提醒居民注意防范 这里是旧庄街二段 正在进行南港区三坡地老旧聚落疏散避难演习 选择在旧庄里举办 就是因为旧庄街这一带在山区 建物紧临陡峭边坡 万一碰到好大雨时 如何顺利引导居民避难 保障民众安全成了第一要务 我们也是看地区设计 我们这一区是山区 然后常常因为气候的变化 强降雨会突然发生 所以我们这次演练呢 就是考虑比如说要抽水 或沙包的堆积 如果堆放 然后当然呢 就是因为老人家习惯的住在这边 我们会有一个强制撤离的演练 那针对如果是新一名语言不通的 我们也是考虑有一些照顾新一名的住户 我们也有做这样的演练 对于语言不通如何通知或告知 让他们能够练习 现场也模拟居民不愿撤离时如何因应 旧庄里长张瑞芳表示 在那里台风时就真的碰到 坚持不离开住家的连迈长者 因此期盼透过演习强化居民仿灾观念 旧庄街到二段 我们有四分之三是在山区 所以一定要做防灾演练 因为第一个土石流 然后强降雨 这个都对我们无形中的灾害 所以一定要让民众有根深蒂固 大雨发生 还是那个雨室超过那个四百毫米 要做什么预防的措施 或者撤离的措施 这些都是要事先了解的 因为最基本大家说疏散往哪里跑 然后撤离到哪里 这个是最安全的地方 还是说撤离到哪一个地方 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觉得让民众加深印象 这是最需要的 台北市议员王孝伟 除了肯定南港区公所方面 举办演习的用心 也呼吁台北市政府 应该从山坡地管理等源头做起 才能进一步避免更大灾情发生 到底每一个地区的顺乡坡有多少 它的含水量到底会怎么产生什么像 这些都要计算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做防患 不然的话 你每一次都在灾难 要产生的以后 我们再做一句治标的话 没有办法治本 南港区公所方面表示 这次演习主要是针对避难弱势者 例如外籍居民或是行动不变的长者 加强疏散演练 以及强化灾后的环境清洁与消毒 希望在防灾重于救灾 离灾避灾优于防灾的原则下 提高民众自主疏散避难观念 在灾害来袭时能立即动员迅速疏散 保障民众生命安全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